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视广播 同步播出 一个直接对话发表意见的平台 全面客观 把握时代脉搏 美国之音 时事大家谈 好 现在我们就开始现场讨论 琼斯先生 非常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谢谢 很高兴地来上柜节目 那请您先简要地给我们介绍一下 什么是维基解密这个网站 它的目的是什么 没问题 维基解密网站是一个在网路上的一个私人的门户 是一个澳洲人创始的 它并不受任何政府的控制 他们做的事就是公布一系列的这种秘密的文件 公布了有关阿富汗战争的机密的文件 泄露了这些机密的文件 那它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通过公布这些政府的文件和大公司的文件 来增加民众的知情权和透明度 这是它的目的 那么它这次泄露了那么多的文件 会给美国驻阿富汗的部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首先呢 这个网站他们的目标 这是一个澳洲人创始的网站 他们的目标目的好像是 想要把公众的舆论 让公众舆论开始去反对 这个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争 而他们带来的影响呢 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到美国的政策 因为美国的政策在之前的一段时间呢 在这个没有进行很好的战争之上 已经有些改变了 而维基解密网站也就是做了这样的叙述 所以他们做的事并不会真的带来美国政策的改变 带来的影响呢 是对于美国政府要怎么处理这些机密文件 看到这些机密文件会遭到滥用的问题 他们带来的影响呢 就是可能会造成公众对于阿富汗战争的反对 但是在政策上面不会带来太大的影响 那么在政策上不会太大的影响 那么会不会给美国驻阿富汗的军队 这些军人的生命 还有这些为美国提供情报的阿富汗平民的生命 带来威胁 我们怎么样来评估它带来的影响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 因为这是我刚才应该要提到的 这些文件呢 其中包括了很多很特定的信息 这些信息呢 就是美国人在写有关这个在阿富汗当地平民 他们献民的这些信息 这些特定的信息里面包括了这些献民 他们和他们家人的名字 还有他们的信息 而且呢 里面也包括了 这个文件被公布了之后呢 塔利班的人就说 他们要去找出这些献民 然后去做报复 要杀他们 所以这个文件泄露出来以后呢 真的是一个非常不幸的情况 那我们知道这个泄密者 就是一个美国部队里面 收集情报的一个军人叫曼宁 他已经被捕了 可是呢 这个维基解密网站 他并没有什么法律的责任 这样做是不是对的 这是非常不幸的 维基解密网站呢 是从 这个 一个告密者 就是在国防部里面 有联络 有关系的人 拿到的这些信息 所以维基解密网站 它本身呢 并没有 犯美国法律 这就是 告密的 这个本身的不幸的状况 他们的名字叫做 维基解密 解密网站 所以他们 在解 在泄的密 其实是人家给他们的信息 他们这种 公布这些文件的 这个行为呢 其实是受到美国宪法 和言论自由的保护的 那么这个媒体 有没有一种 就是道德的义务 它要自律 什么样的文件 可以公布 什么样的文件 是会影响国家安全 那么媒体就不应该公布 首先 我们要记得 维基解密网站 是一个独立的 网站上面的门户 它其实并不是 传统上面的媒体 但是 你要回答你的问题 直接的回答就是 一般的媒体 当然就是有 他们道德的责任 要知道他们 公布了某些信息之后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尤其是会对于 国家的安全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我们来回顾一下历史 在1971年 著名的纽约时报 它就开始公布了一些 就是五角大楼 关于美国和越南关系 越战中的一些秘密文件 那么当时 这个一个地方联邦法院 就判处它停止 发表这些文件 可是最后 这个还是被 这个最高法院给推翻了 那从中 我们可以学到一些什么 五角大厦文件的 这个案子呢 还有最高法院的判定 我们可以学到的 就是当某些东西 拿到被这个报纸 报社或者是这个私营部门 拿到像当时是纽约时报 拿到这些信息的时候呢 他们不能因为 他们做了某些影响到 国家安全的法律的问题 就去告他们 不能让他们告上 这个犯罪的法庭 即使是这个告密者呢 有可能 告密者有可能会被告上法庭 但是这个公布的 这个报社不见得 会被告上法庭 这个当初的告密者呢 是埃斯伯格 那这一次 维基解密公布的网站 公布的文件 有很多是 战地当地的 这个文件 而且这些文件当中呢 也包括 美国政府里面 当初 这个越战啊 里面有很多 越共本来是在战争里面 被杀害的人呢 其实公布了这些网站以后 文件之后 我们知道 当初的这个越战 死亡的人数呢 公布是错误的 那他们当时 这些告密者 他们的目的呢 是想要让公众 去反战 因为当初 政府 告诉公众 让他们以为 战争是顺利的 但是事实并不是如此 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 但是其中 他们的目的之一呢 就是要让 人民去反对 越战 那这样说 是不是说 媒体他没有任何 法律责任 他就可以公布 任何东西 只要不是他自己 去偷来的文件 他就可以发表 是的 基本上可以这么说 只要是这个媒体 拿到的信息 还有文件 并没有犯法 如果是其他人 把这些文件给他们的 其他人把这个文件 来卸给他们的话 那么这个媒体 这个报社本身 在法律上 就没有责任 但是他们是有 道德上的责任的 比如说 美国的公众呢 会希望 这些报社 这些媒体呢 在公布这些文件之前呢 要去和政府 先进行沟通 这些报社呢 必须要负起 这样的责任 如果他们在意 他们自己 未来的 声望 他们的道德责任的话呢 就应该要这样做 也就是说 不会完全地 把这些文件 随随便便地 公布出去 而是要有选择性的 以确保说 公布这些文件的时候 不会带来 负面的影响 而维基解密 他们公布的这些文件呢 就影响到了 这个阿富汗 献民他们的生命 对 我想要再提一点 纽约时报 还有其他两家报社呢 他们拿到了 这个维基解密 给他们的文件 而且维基解密 还告诉他们 他们只有30天 这些报社只有30天 30天以后 他们维基解密 就要自己公布这些文件 而纽约时报 还有其他两家报社 他们的确呢 有去负起了 他们道德的责任 他们有和政府 进行沟通 有去问政府说 如果公布文件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他们有走过这样的程序 他们有选择性的公布文件 他们做的是去报导 这些文件的本质 而把那些特定的信息 会危害到个人的信息 都剔除了 好 谢谢 那各位您现在收听 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从美国首都华盛顿 现场直播的 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是叶凡 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 是维基解密 线路阿富汗战场中的 秘密文件 会给美军 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怎么样来权衡 国家安全 媒体言论自由 和民众知情权 我们邀请到的嘉宾 是美国政策设计 咨询公司总裁 琼斯先生 那您现在呢 就可以打美国之音的 免费电话来参加讨论 我们的号码是 10810-866-837-5161 在中国大陆的一些地方 您可能要先拨打 108-710 然后再拨打 866-837-5161 另外呢 您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 参加我们的现场讨论 我们的电邮信箱是 US新闻atgmail.com 美国之音为您提供 七档电视与广播 同时播出的同步节目 从关注热点和争议性的 新闻事件 到全方位的体验 美国人文风情 让你掌握最详实客观的 时事和娱乐信息 每周一到周日 北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 锁定美国之音电视节目 好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 我们先来听听 台北陈先生的电话 陈先生您好 主持人跟来宾 还有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相当下有关于 国家安全军事机密 与人民的自得权力 尽管自由的争议 其实从最早就像 从越战就开始 就是华盛顿有报公务 越战报告书 的争议一直到现在 那基本上 这个争议在民主国家 跟共产集团国家 也是有差别的 像中国大陆是比较荒谬的 在1979年 匪越边界战争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是中共就是 把那个 泄露军事机密的帽子扣到 那民主斗士 魏京生先生身上 居然就是只是一个 他说出了那个 匪军那个攻打越南的 最高司令官的名字而已 这种事情在美国 还有自由世界 是不会发生的 那当然这个 这次的所谓的泄密事件 就是就听那个来宾的分析 就是对阿富汗 那个进行反恐 英勇奋战的美军的 整体的战略战局 是没有太大的影响 就是对于泄密 泄密的身份潜伏在塔里 对于泄密的身份潜伏在